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哥 今天哥哥要教大家 HOME BODY WAY WORKOUT FOR INTERMEDIATE 大概有一到五年健身经验的朋友 非常受惠 这个哥哥就不讲了 看回哥哥之前Beginner的影片 但是今天的还是同样回这些动作 但是用不同的方式 来Apply进来这些运动 来,高高姐进来 WALKOUT ONE WALKOUT ONE TOTAL BODY WALKOUT 我们用SUPER SET 什么是SUPER SET SUPER SET是两个不同的运动合在一起做 就是你做了第一个运动没有休息 再做第二个运动才休息 还算一SET SUPER SET做两个一起没有休息 SUPER SET还有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不同肩膀 相反的肩膀 代表是勤 例如,如果是HOYZONTAL PUSH OK,哥哥做了PUSH UP 没有休息 再做HOYZONTAL BULL 相反的动作 一个推 一个拉 相反的动作 再做HOYZONTAL BULL 做Inverted ROW OK 再做Inverted ROW 才休息 这个是第一个 相反的动作 SUPER SET 第二个SUPER SET是同样的动作 两个 假设说TARGET同样的Mustle Group 假设说胸肌 胸肌 两个胸肌的不同胸肌的运动 做了第一个 没有休息 再做第二个运动 才休息 第三个 也就是BURN FET最好的 狗狗家里面 就是上半身跟下半身分开来 就是你做了第一个上半身的动作 中间没有休息 再做第二个上半身的动作 再做第二个下半身的动作 才休息 就是这样子 但是狗狗个人建议 你先做下半身先 再做上半身 这个 一次 你做了 一轮再做一轮 再做一SET OK 做几次呢 3到5SET 狗狗个人建议 狗狗建议是 叫做下半身先 是因为下半身的动作 我们需要更多的肌肉群 我们下半身的肌肉 比较厚 比较大个 所以 当我们做下半身的时候 那个肌肉群 在运用的时候 我们的心跳会跳的比较快 OK 当那个心跳一上来的时候 我们不要给它马上 踢下去先 不要给它回去 normal先 然后 我们再做上半身的运动 上半身的运动 不怎么喘的 会酸的 不怎么喘 就给它 maintain 或者是慢慢下来 OK 给你的 fat burning effect 更加的 好 OK 这个就是狗狗的用心两骨 OK 好 排法跟之前一样了 如果脚的话 下半身的话 就是用 either bridge 或者 lunge 开始 1 lunge 2 然后 squat 小腿跟肚脂肪 最后 上半身的话 就是上半身推的动作 上半身拉的动作 上半身推的动作 上半身拉的动作 上半身拉的动作 就算一set 然后中间没有休息 但是一set了过后 你休息30到90秒 OK 如果比较 advance的朋友 你直接去休息少一点 然后30秒 不要可以休息这样久 要 maintain 你的心跳 在上面 然后要高一点点 OK 如果是 beginner 如果是刚刚脱离 beginner的 你休息长一点点 然后一分钟半 没有问题 OK 做完了 休息一分钟半 再做第二set 然后做三到五set 四set是不错的 四到五set很好的 OK 然后几次呢 八到二十次 倒是随便 像你们可以换来换去的 但是这个星期 你们做跟狗狗的一样的 这个sample罢了 做跟狗狗一样的 这个星期 可能你不要squat jump 你要bodyweight squat OK 变成你的次数就高一点点 要三十次 五十次都可以 看你们自己安排 你们intermediate 自己需要什么 OK 来下来 Workout2 后的Workout3 狗狗把这里的 Total body workout Split开来 变成Upper body 跟Lower body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要你们中间 休息长一点点时间 变成你做了一个动作 中间休息长一点点时间 一分钟半到两分钟 狗狗建议两分钟了 休息长一点点 但是那个volume又高一点点 你做五set 然后你做五set的 volume就高一点点 实验证明 你中间一set里面 你中间休息长一点点时间 变成你做了一set 你休息长一点时间 变成你下一set 你可以perform更好 所以它对 muscle toning build muscle 更加有效 所以狗狗 Split开来 这个对 对burn fat build muscle burn fat很好 但是这个burn fat 就差一点点了 build muscle 就很好 这个build muscle 就输给它 因为它休息比较长 它的set比较多 它的volume 比较高 但是如果皮跟传统的 还是它的好 然后它的burn fat 还是比较好 OK 不用担心 三半身怎样排 三半身 同样 跟这边三半身 做了一个推的动作 做一个拉的动作 推的动作 拉的动作 这样子下去 OK 明白吗 次数自己安排 次数 这个coco是sample化了 example 次数自己安排 可能 这个星期 你跟着狗狗的 下个星期 你用比较简单的 你看回狗狗之前的影片 你选比较简单的运动 变成你做的次数 就多一点点 但是 休息长一点 跟做多一点 然后去到5set 然后狗狗建议 去到5set 赶赶来 到这边就很多人 可能会问了 狗狗 他们有arm 他们有练手臂 我们这边没有练到手臂 怎么办 等下看到那个手臂像面条 这样细细的 不好看 ok 不要担心 手臂什么 手臂分了两个基本的 两个基本的 mustle 就是 bicep 二头肌 跟三头肌 tricep 在后面 ok 来我们先讲bicep bicep的动作是什么 bicep的动作是 elbow one的动作 bicep的动作是elbowone的动作 他是复着elbow 你的elbowone的动作 然后我们这边 csin up 虽然是讲csin up 是这个vertical pull的动作 他是for back 但是他是 他同时也是bicep 唯一一个compound movement ok 什么是compound movement compound movement 是他一个动作 同时候一个动作 同时候有几个关节在动 ok example 狗狗讲 push up先 push up push up的时候 你的手 弯下来 elbow jack 第二个你的肩膀 去后面 看到吗 肩膀去后 第三个你的肩胛骨 要squeeze 起来 ok 三个关节在动 所以他是属于compound movement ok 看到吗 手腕 其后面 再推出来 elbow 肩膀 肩膀 腋在动 肩膀 three 肩膀 肩膀 肩膀在动罢了 拿dumbbell 拿barbell 也是这样子 bicep curl 只是一个关节在动罢了 燃烧卡路里肯定在多 然后第二个几个几个肌肉群一起在运用 代表着什么 它比较有力 它刺激你的 你要build muscle 要build strength 更加的好 所以compound movement 进拉 这样讲回来进拉 从上面进拉从上面拉下来 OK 它虽然是for back vertical pull的动作 它虽然是for背后背肌的 但是同时候 从手指拉下来变手腕 所以它是唯一一个bicep 的compound movement 但是很多人会讲 哎 哥哥 我做那个bicep curl 比较有feel呢 这样子做比较有feel呢 做这个我的bicep 没有什么feel呢 OK 不要担心哦 实验证明哦 有这个emg electromyography 他是把运动员请去lap 那是他的肌肉的activation 那是肌肉的activation 哥哥看那个报告的时候 有整45个运动 back跟bicep的运动 有45个运动 包括在back的运动 当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揭晓 他是bicep这样好的运动的时候 bicep整有45个 包括back跟bicep的运动 全部是back跟bicep的运动 然后 test在那个运动员 当运动 意外发现 然后运动员做cheen up的时候 bicep的activation 是最高的 OK 比跟其他所有的bicep curl dumbbell curl 它是最高的 OK 所以 emg证明 你刺激你的bicep 用cheen up 刺激你的bicep 是最好的 OK 而且它是bicep唯一一个 compound movement 所以 bute muscle burn fat activation 还在第一 OK 所以你觉得还需要bicep的运动吗 不需要了 OK 接下来 arm arm 讲了bicep 接下来 三头肌 OK 三头肌 tricep在后面 然后tricep是负责 elbo 伸直的动作 OK elbo 腕 伸直的动作 tricep OK tricep 到我们伸直的动作 我们看这边 incline bip push up OK 你的手 从腕伸直 对吗 OK 你整个身体暴力下来 伸直 是不是有tricep 有吗 它有用到吗 有 OK 这个split push up OK 当你做push up的时候 你的elbo 伸直 有吗 伸直的动作 它有用到你的tricep了 这边有用到 这边有用到 你还需要做吗 狗狗建议还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是助理 然后他在这边 他只是小助理 OK 他在这边的时候 也是只是小助理 他没有完全真正的focus 你tricep的muscle 这个是focus你肩肌的 肩肌 然后你的shoulder的muscle 这个push up 上面是focus你的这个 胸肌的muscle 但是你的tricep 只是小助理 还没有完全focus 狗狗会建议你 再加到一个tricep的动作 要用什么tricep的动作呢 close grip push up 如果close grip push up 的话就跟这个split push up的动作 差不多相似 狗狗建议就不需要了 如果是你讲dips的话 后面推 dips的话 dips其实是一个很好tricep的movement来的 只是他对肩膀的关节不好 你肩膀的关节不喜欢dips这个动作 ok 所以coco 如果肩膀有问题的话 或者是之前有伤过的话 coco建议不要用dips coco建议什么呢 来第五个 body weight skull crusher ok body weight skull crusher 你们自己安排啦 手放越高越容易 ok下的时候 你下的时候到额头 ok 如果要难一点 你的手放在低一点的地方 或者甚至是地上 手放在地上这样子做 ok 要再增加难度一点 你下来的时候 你的手不要到额头的地方 ok 在额头的上面 ok 在头的上面 上下上下 ok ok 看到吗 elbow直的动作 Tricep 完全用你的Tricep 如果要再简单一点点 膝盖放下来 啊 自己调 自己adjust body weight skull crusher 很好的一个动作 ok 来 另外 lower body lower body 同样哦 干干去到五set 这两个一样哦 干干去到五set 但是不同天 这个你做一天 ok 这个另外一天 啊 不同session ok 同样 干干去到五set ok 中间休息长一点点 休息两分钟 啊 bute muscle toning 很好 次数方面 你们自己调了 koko给一个example 了 次数方面 你们自己调 可能你们 这个skaters 下个礼拜 你们要换 squat jump ok 看你koko之前的影片 换简单一点的运动 你的次数就增加 ok 但是重点 赶赶来 去到五set 你的volume高一点点 ok 然后休息 长一点 ok 同样 这两个其中一个先开始 然后做了这两个 然后 啊 就前腿 然后就 啊 小腿跟肚子 啊 肚子 koko get example 啊 肚子还是要做 哦 koko之前 koko错误了 koko很少做肚子 然后 koko做很多 因为koko做很多 这种total body super set 然后所以 koko的那个皮下脂肪很低 所以就看到那个肚子 肚子了 ok 刚看到肚子了 koko就 肚子的肚子已经出来了 koko就没有做了吗 很多 肚子的动作还是要做 但是 你们自己调啦 不用不用狂练啦 很多狂练 一直练肚子 几个动作 连在合在一起 一直练肚子 不需要啦 最重要你要看到肚子 先调明显 要看到漂亮 还是你要 你的肚子 你的肚子有了 你的皮下脂肪太多 看不到 还是没有 还是不美 你要分肌 消掉它 比较爆了 而且看到你的肚子 你查看你的APP 显示出来 还是要做 koko之前没有做 变成 不平衡 前后不平衡 变成腰太有力 肚子不够力 做一些动作 哪比较重点的 容易伤到 伤到腰 肚子还要做 不要学koko 过来人 以koko的经验 不要犯koko的错 看到美 最基本要符合两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就是比例 比例有分几种 一个是上半身跟下半身 上半身 变得太大字 下半身太小字 比例不对 就看它不美 除非你是练肚子 那些 尤其是 大脚车的 它们的腿很大 上半身小小个 练了不美 但是没有办法 它是Cyclist 它是Sport 它的身体不可以太重 所以它的上半身 不可以太大字 所以它练下半身罢了 下半身要很有力 第二个就是 前面跟后面的 大部分人 在健身房 练胸肌 狂练胸肌 练到駝背 练到駝背 不平衡 尤其是这个 你看 你们看到 一个星期练五天 传统的方式 一个星期练五天 OK 一二三四 四天上半身 一天下半身 一天练腿 你说会平衡吗 它的比例肯定是差的 再来看 你们看上半身 两个腿的动作 一个拉的动作 你说会平衡吗 不会平衡 你跟着狗狗 Low the body Upper body Low the body 然后这个拉的两个动作 推的两个动作 然后跟着狗狗 没有错 另外一个呢 要看到美是什么 你的脂肪 皮下脂肪低 你要show 你的脂肪 你build你的脂肪 你的脂肪 你的脂肪 你的脂肪要低 你要show你的脂肪 为什么你要需要 这样多的脂肪 来cover住你的脂肪 不需要吗 你要展现出来 脂肪低 你就看了漂亮 所以这个 total body workout super set 非常好 ok 要怎样做呢 要怎样安排呢 intermediate 大部分 然后都是练 一个星期练 四到五次 狗狗讲个example 五次来讲 如果你们要burn fat 多一点点 super set 做多一点 ok 变成workout one ok 不用休息 因为你的volume很少 不会说练到第二天 哎呦 很痠痛很痠痛 不会的 比跟这个差很远的 好像这个的话 你 如果他只是练胸肌 他拿 胸肌的话 给有四个运动的话 四个运动有四set 他就有十六 他就有十六set 胸肌的运动了 ok 如果 你这边 你胸肌的话 power push up 你只有一个罢了 ok 所以你只有四set 所以你recover是比较快的 ok 你别担心 没有熟悉 没有关系 你再来workout one ok koko教五天 burn fat burn fat 这个burn fat 比较好的 但是 虽然是讲workout one 但是你们自己安排 好像lunch jump 你们换reverse jump reverse lunge 但是 就那个次数 多一点点 然后看回koko之前的影片 你们自己安排 只是用total body 跟super set的方法 但是次数 自己换 ok matter set也是可以 你们workout one ok 也是一样 次数自己安排 然后这里就来 休息一天 workout two workout three ok 上半绳下半绳 所以他是讲 他的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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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totalvolume 他的练习 他的练习 有四个运动 四set 他的volume有16 16set ok 所以你要讲 你们只有多少 四set 但是不要担心 算一个星期的话 他一个星期练 他的jess几次 也有一次 只有一次 所以他的frequency 有多少 他的frequency frequency是一个星期次几次 他frequency只有一次 ok sorry 可以啊 这样子看比较明显 但是如果你算你的volume的话 虽然一天只有四 你练三天totalvolume 我们算push out就好了 我们算jess muscle push out就好了 四 这边有四 三天的话多少 十二 十二 再加这边有push out push out 然后有jess muscle 多少set 五set 十二加五 十七 这边脚没有 脚我们算jess muscle 然后脚不算 而且你有十七 ok 你有十七 你的volume有十七 你硬他一点点 ok明白吗 然后呢 我们再算frequency frequency 一个星期有刺激 你的肌肉几次 ok 我们来看 我们算jess muscle 不就好了 jess muscle push out 一二三 跟三半身 下半身没有哦 一个星期有几次 四次 哪一个好 算平均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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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里的 ok 但是如果要肌肉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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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明白吗 你要分肌好的 你用这个 OK 你要腹肌好一点点的 你用这个 OK 明白吗 OK 来谢谢大家 狗狗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有学到东西的朋友 记得给狗狗一个like share给你 还在用传统方式的朋友们 OK share给他 给他新的概念 看他要不要改变 或者是再换一点点 share给他 有什么topic要狗狗讲呢 记得在下面comment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